啊 好可怕 可怕 可可怕 可怕 可怕 太棒了, we love you! 太棒了,太棒了 好,太棒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就盡其所能的来处理 我也在这边很诚心的跟各位讲 事情发生的经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没关系可以理解也好不可以理解也好 我不用要求大家都理解 都的这块说真的要是我我也很生气 将心比心 我就尽量这样子 真的再跟各位说道歉 那我们尽全力的把大家运输回去 那你们反正这样的旅程的来违机票 我们通通都不给你们收钱 回去那个桃园机场那边 会跟你们登记一下电话什么 他们会我们会能跟你们联络 那该市民当初买多少钱 我们就退多少钱回去给你们 好吧 我尽量这样做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请问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 给我们一个确实的时间 因为从昨天到现在 呃蔡依林的72变老 可能你们都演变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在这边跟你说 因为飞机已经派出来了 而且你们可以在那个 你们如果有那个fire radar你们可以看 其实那架飞机已经快到了 我也不怕你看啊 其实你看一下星宇 那个加班机四马扣的 他已经快到了 搞不好我等他这架还没推 他应该就差不多下来了 所以就等下就是说 诶看谁先上这样子 那其他没有上的 你就是原本801的时间 会on time 就让大家上去这样子 801是五点 801下午一点半 一点半 就我们昨天来机场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要不要去吃饭 或者我们要不要干啥 你们吃饭那个你放心 你吃饭等一下 我会跟他们讲 他们看是发包球给大家再去吃饭 还是怎么样 好不好 因为好险啊 NARITA算商店还可以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所能的 SETTLE大家这样子 不会让你 NARITA 不错啊 美来座很好啊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等下会尽量 好不好 真的很抱歉啊 我真的很抱歉 那时间点也不用担心 因为飞机也飞出来了 不会跑掉了 等下就马上就到了 先生大家飞机都在那里 可以请教一下吗 就是卡到法规啊 我也很喜欢 你会飞辣的有考 我跟你讲我也知道我会被你骂啊 所以我是很希望把你们全部都带回去 我想盡了办法 可是就是没办法 因为有些卡到法规 你也不能那个啊 对不对 你们现在没办法怎么调配 啊 对我现在等一下 他请他们跟你们调配看是怎么样啊 当然有些人一定要去做801啦 那有些人可能这一步就可以先回去这样子 董事长你处理的不错 但是等一下你走了 希望后面的人也可以 我会跟他们交代 我会跟他们交代 我也不希望他再砸锅了 因为我真的很怕 我真的很怕 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 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本来叫我说不要来 我说我一定要来 因为我 我不会去怕他面对大家啦 有事情我该负责 我就是发生 不管说你们可不可以满意 就关了好几个小时 对啊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你们的遭遇我都知道 因为我从昨天三点就开始处理这件事情 处理到这样一关一关 然后这边又弄了那边又弄了这样子 其实好不容易本来昨天就差个十分钟 可能我们就可以走了 可是你们昨天已经违法了 没有我们昨天没有违法 美国的国际航空是三个小时之内 在飞机里面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我们台湾没有这个规定 那但是你们新宇航空 你们新宇航空的那个公司 我要不要现在搬给你看 是四个小时 不能不能把承受关在那个机枪里面四个小时 有这个规定 有这个规定 我现在马上可以拿给你看 没关系啦 那违法就违法了嘛 该是受罚就受罚嘛 反正现在就已经变事实了啦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正这个 都已经 反正好啦 我做错了 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大姐我不是要避责任 没关系 如果我做错这件事情 我该承担的我就承担 就像我对大家的这个 这个承诺一样 我该承担我就承担 好不好 如果有什么 我违法的 我要去授罚的 好不好 我们现在再去讨论这个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现在在想办法怎么让大家赶快回家 这个比较重要 上面厨房里面的餐 然后组员也过时了嘛 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载这些客人嘛 所以我就赶快先把飞机弄回来 因为弄回来晚上要飞美国线啊 那对洛杉矶那边的旅客也是被掩误的那边有没有跟他们说 那边有啊 那个那个因为很早就知道了 所以都已经有跟他们通知了啦 对所以那部分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啦 那对于外界说是不是我们人力太吃紧 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个时间都算得准准准刚好 或是人力都算得很刚好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 也没有说人力的算得刚刚好啦 其实整个delay下来其实都四个小时以上啊 也没有说什么人力不人力的问题 这主要是在那边待太久了啦 那为了这个东西 因为昨天大风嘛 所以台湖到那个什么 那个名古屋 然后又回来 基本上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 那因为 组员又试了两次的那个降落 因为东京是这样 东京只要试一次降落 他会带你很远 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回来 他不是马上就可以站回来 是不是本来陈田要让我们特选 不是特选 就是让我们特例 能够晚上飞 没有啊没有 没有特例啦 他本来就是说 所有的飞机他 有在考虑说十二点半在 在关啦 因为就怕没办法 处理那么多飞机啦 可是陈田为什么会有 会有这个 最主要是当地居民在抗议噪音嘛 他们压力其实也很大啦 所以后来就是他们决定说 只延到十二点就不延 再多延那个半个小时啦 就是 本来说OK 后来又不OK 就因为这样子就 就够倒下了 就这样 大家都叫你不要去啊你还是去啊 然后说说了二十字的对不起 在那边诚意很足吗 我说了二十字的对不起 我有说那么多字吗 我不知道 没有 我是觉得这样啦 我觉得我这人就这样啦 我觉得我们做不好 做错我们就承认就好了 不用在这瞎掰啦 那反正该怎么赔偿 我们就阿萨里啦 也不用在那边扯东扯西啦 在那边讲到那讲 人家也听不进去啦 我们自己也是消费者嘛 对不对 阿我们尽我们最大的 诚意跟那个方式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当然 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像他们露宿在那边 我亲眼也看到 其实我也是很不舍啦 可是 我也无可奈何嘛 我们就尽量 在我这边可以做的 我就尽量做 所以我就跟你讲 来回我通通都不收了 这一趟就当做 坐飞机不用钱啦 没什么用 那就是 那就是 有什么事 我也是 我也是 你在哪里 有什么事 你有事 我以为你